来方公布最新全球城市住宅指数,截至去年第四季追踪的全球150个城市中,有140个城市去年楼价上升,较2020年的122个城市多。 整体楼价指数上升11%,为近18年来最快,当中香港住宅楼价录得3.6%的按年升幅,高于对上一年同期的0.2%,全球楼价升幅排名第123位。 来方大中华区研究及咨询部主管黄少奇表示,香港的住宅楼价在过去12个月继续呈现稳定增长。 但升幅较其他主要城市低,主要因高基数效应和较温和通胀。 虽然现时第五波疫情,住宅市场表现暂时欠佳,但在新修订放宽案揭乘数措施下,预计疫情受控后,住宅市场会价量齐升。 今年息口继续保持低水平,将推动买家上车或换楼。 亚太区楼价升幅为9%,邻近的广州及深圳楼价升幅分别约8.7%与约4.8%,排名80位及113位。 东京及新加坡楼价升幅亦高于香港。按年分别降约10.7%及10.6%。排名第59位与第61位。 另外,伊斯坦布尔楼价升幅最大,按年升63%,吉隆坡侧六得最大跌幅。按年跌5.7%,美国城市的楼价按年升15%,欧洲,中东及非洲地区的楼价升幅为11%. 3.4%。 4%。 感谢观看